HELLO 大家好 好久不見 這大概是四格 我有點忘記上一次最後一個買的東西是什麼 我來看一下 我覺得可能是 咖啡磨豆器 那應該是去年的事情 然後最近 其實我一直想很久啦 就是 我其實有在泡茶 然後茶包 或者是茶葉都有 然後那個來源就是 各種茶葉都有 當然有我爸媽寄來的 台灣的茶葉 或者是實驗室學長分享的 伊朗的茶葉 或者是我在Amazon 或其他地方買的茶包 像我今天就 剛剛才泡的 所以想說 既然泡了好像 乾脆就把這個影片 錄一錄 因為我也想要把這個 箱子丟掉 我就覺得 放在房間有點佔空間 那就想了很久 然後所以 就剛好 最近覺得 覺得可以來買一個茶壺這樣子 然後 主要是因為 我之前其實泡茶的時候 我都用 咖啡機下面那個壺 但是其實 泡咖啡 泡酒都會有咖啡渣這樣 那我就想說 泡茶 然後又混在一起的話 其實 就 不太喜歡這樣 所以我後來 就決定說 那我來買一個 這個 就是泡茶茶壺吧 那 這個茶壺 其實它是這樣 就是 現在這個有點燙 所以我 等一下 沒有辦法把它拿起來 它就是裡面有一個 我看一下喔 有點燙 我來借助一個工具 它裡面就是有一個 這個過濾的 算是一個 就是 濾桶這樣 那它其實 是蠻深的啊 就是如果你可以看 就是稍微比較一下 它其實是跟這個茶壺差不多高的 然後 所以其實我 像我現在泡這個麥茶 其實我是 放了 我覺得可能可以放四包到五包吧 我現在是放了 三包進去這樣 然後泡出來 這個顏色這樣 那 那時候會買這個 的原因 就這次啦 其實這個也是 前幾天才買 上個週末 上個禮拜六晚上下單 然後 他說購物滿超過二十五塊 就隔天就到這樣 所以我就又隨便在 也不是隨便 就是有 有目的性 又買一個 另外一個東西這樣子 然後 那個東西是剛好 家人今年 年末會來 所以想說買 那個東西可以送他們這樣 所以 就跟這個一起買了 那 那時候買就是想說 因為這個 這個茶壺其實可以裝 1.5公升 那 我平常就是 泡茶之後 我就喜歡把它放涼 這樣 然後就 我有一些瓶子 那每個瓶子 可能五百CC吧 然後 我就想說 會把它放涼之後 倒進瓶子 然後就冰到冰箱 那就有 就是冰的茶 可以喝這樣子 就有點冷泡茶那樣 雖然說 我是 熱了 泡了之後 再把它變冷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 這個茶壺就是 我一泡大概就可以裝 差不多兩三瓶吧 我的品質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蠻有效率的 它造型 也是 我覺得也蠻好看 就是 它就是透明的一個玻璃 我其實今天有跟 我的美國朋友分享 然後 這個 Marina就說 她覺得很漂亮 對 我也覺得很漂亮 就是 反正它就是一個透明的鬍子 這樣子 然後簡單的設計 那 這個 我買的時候是 美金 二十幾塊吧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沒有超過 十五 對一定沒有超過 十五 因為我又多加了買一個東西 才超過二十五可以 over night 就是delivery 這樣子 那 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二十二塊 那 好像那時候 當時有coupon券可以用吧 所以 就是 折抵下去之後 可能就 稅後之後 大概也是二十出頭塊 所以大概台幣六百 六百多塊 的一個茶壺這樣 然後蠻精美的 蠻實用 它其實 嗯 密閉性也蠻好 因為在倒的時候 它也不會從旁邊露出來 這樣子 那 嗯 對 我想 就是 這算是跟大家介紹一個 比較大容量的 一千五百CC的 嗯 泡茶的容器 然後 它就是一個簡單的濾嘴這樣 那清洗也非常方便 就是 嗯 你就這些都可以拆掉 這樣 那它這個 這當然就是玻璃的嘛 嗯 應該是玻璃 我覺得應該不是很合理 然後 所以當然就是 你在清洗的時候 可能就小心一點 那 它這個有特別提到說 你這個 這個其實是可以直接放在 爐子上燒的 所以 你如果今天不是像 像我剛剛是倒熱水進去 你如果要直接 裝水上去燒水 這樣是OK的 所以 嗯 就算是一壺兩用嘛 兩種煮嘴方式 煮 泡茶方式 這樣子 對 好 那這就是最近的 新入手的實用東西啦 大家也知道 我就是 就是 就買實用的東西比較多啦 所以 嗯 這個大概就是目前 我欠缺的吧 那可能 下一次又看到我買一個新的東西 可能就是我欠缺什麼這樣子 我最近是電鍋壞掉啦 就是我從 嗯 18年來的時候買的大王電鍋壞掉 然後我本來想說要不要再買 然後後來發現說 我壓力鍋可以取代我的電鍋 然後想說好那不用買了 所以可能 讚 我大概也不會 有新的電鍋開箱影片 那 之後可能有 嗯 有什麼新的 我覺得使用的東西 再跟大家分享 那就 如果你喜歡泡茶的話 我是 我個人蠻推薦這個 我目前用了 就覺得不錯啦 當然如果 你可以找到比這個更便宜的話 我覺得 你也可以試試看這樣 好 那就 這樣啦 再來就是感恩節的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 準備一下 看一下說 Black Friday Cyber Monday 要買什麼 祝大家購物愉快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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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